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某我 谁有难言之隐呢 胡某这个处长 当了有不少年头 死活就是上不去 最近局里头 有个副局长的缺 论资排位来说 也该轮着我 可是贼着的人啊 忒多 个个都是有后台 我算计了一下 这回差不多了 还是没戏 我们的圈怎么还没上 您放心 马上马上 什么马上马上 抵了多长时间了 你给你马上马上马上到 先把那菜放上 上我们的菜 不是 我这 我 鸾子 快点 来 马上留着 把这菜送到雅杖去 快点 放心 您看 您别着急 我马上就给您催些 马上就给您催 快点 快点 糟了 你怎么了你 我让鸾子上内屋送菜去了 胡季强 胡处长在内屋呢 来了 匪催 虾球 来 倒酒 来 倒酒 好酒配好菜 喝好您再来 还有什么机会 先生您满面红光 一看就是大富大贵之人 祝您天天交好运 顿顿口味妙 要问妙在哪儿 季风楼里巧 不错 一边嗣呼这儿 是 那好话 急性话 都让您给说尽了 您倒给断断呀 我什么时候能 捞上这局长当的呢 咱们求官求财 靠的还是关系 我说王掌柜 您这儿开大饭庄子呢 人来人往 见识得多 认识的人也不少 认识市长呢 市 市长 我哪儿认识 人家也不来咱那儿吃饭 没机会不是 我们现在的最大的官 就是您这处 对对对 长官大 二爷 这市长不来咱那儿吃饭 但是他身边 有人常来咱那儿吃 谁呀 有一位姓冯的先生 这人平时 不显山 不露水的 冯 不会是冯秘书吧 市长的秘书 您说对了 就是他 您要是跟他拉上关系 您这事就好办 胡处长 误会 误会啊 小鸾子 你是怎么认识的呀 这事说来也巧 有一回 这冯先生在这儿吃饭 有一文件包 落桌上的 徐头让我赶紧 追着给送过去 他上车的时候 我听他司机说的 我才知道这姓冯的 是市长的秘书 老胡啊 那就好办了呀 以后这个姓冯的再来 赶紧通知胡处长 咱就逐渣入手就完了 来来来 二位赶紧给我参谋参谋 送点什么像样的礼物呢 有一样东西 保准管用 什么东西啊 是蛆蛆 冯秘书玩蛆蛆 他每回来吃饭的时候 都聊这蛆蛆 我听不懂 但是他说的可是 是偷偷是道的 一看就是行家 老胡 这好办哪 你是干什么的呀 警察局的 非能帮地匹轮王干嘛使的 使他们 让他给你抓区区去呀 没错 没错 二爷 方展规 咱这说着说着贵人 贵人可就到了 是 是 是 这位小兄弟就是我的贵人 走 没别的 想你的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我可不敢的 行了 都贵人了 给你拿着就拿着吧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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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胡处长 谢谢 黄长官 我看这小子那么眼熟 他 我就是那三年前 你吃炸糕 给您占捡面的那小子 哦 而那就是你小子呀 嘿 你小子这三年跑哪儿去了 这不得罪您了吗 前面待不下去了 掌柜的赏饭吃 让我在后厨蹭勺呢 胡处长 胡处长 您大人不计 小人挂 那时候他小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您看 瞧您这话说的 我是那小新眼的人吗 新眼的跟真别那么大呀 这都多少年了这都 哥 以前是老胡啊 这什么肚链这人啊 这是宰相的肚链 这是 老子 赶紧来 再赔个博士 别别别 不用 不用 要说呀 我跟这小子 还真是有点缘分 就这个人才扔到后边 太取材了吧 是 是 还是放钱头来吧 好好好 以后我来就你伺候了 谢谢胡处长 祝胡处长早日当胡局长 我们这季风楼 也跟着沾点光 嗯 就冲他这句话 这局长啊 我还就当定了 你这犯糊涂了 你怎么让他去的事 我这不是 哎呦 你不是害羞的 我这边盲晕了 听哥的你怎么回来 你怎么不承认 老子 我这不一时盲晕了吗 我忘了胡处长在里头了 怎么着他没迷连你吗 你可给我坑得老了家 你瞧瞧 认出来的不是 你瞧瞧 你这这这 这事完了 卷铺给上回家了这会儿 这会儿 这输了 让我回前台 就去跟师傅干 这小子倒肥了连我都敢蒙 哎呀 行哪你 张贵的 你要说这小篮子要上前套去 我不应该挡得道啊 可是这小子真是 干厨子的材料啊 他是个好苗子 我看上他了 他有个聪明劲眼力见 他要是跟我学厨子 我保证三年准能当二奏 你再说 你说这个伙计前堂有的事啊 你找谁去干不成啊 他要是学个厨子 那不是咱自个儿人吗 你还能省下白花花的大洋啊 对对对 省钱 真是吧 没错 您说这话绝对有道理 可是掌柜的 后厨再有能耐 他得有我们前堂的招呼不是 您就算把后厨搁成一排的御厨 他有钱的阔主 在门口一个混不进来 来 您不是也白搭吗 您得伺候高兴喽 把他们多来几回 这才能挣下那白花花的银子呢 对对对 白花花的 你们这啊 撑来撑去的 我也没个主意啊 中阵 你说呢 姐夫啊 既然说是老胡点的小铃子奔钱堂 那就投了去吧 好歹也是老胡的面子嘛 咱不能给驳回去呀 但小铃子 有句丑话可得说得投了 老胡的事就是二爷的事 二爷的事那就是掌柜他的事 而且这老胡哪天万一踩了狗屎鱼 他当了副局长 那是我们季风楼的靠产 多加小心伺候者不能有闪失 明白了 真师傅 您看得起我 想留我在后面 但是我没这个福气 我吃不了颠勺的苦 受不了油烟的泣 这样 我还回前头跟着师傅来 只要得了扣 我还回去给您沏茶 您永远都是我师傅 小铃子 行 你给我玩一套江湖话 好嘞 上前堂去吧 陈师傅 我给您添水 我看出来了 你这心气挺高啊 我得说句实话呀 这做人哪 得有个常性 不能今儿想着这个 明天又惦记着那个 是 你小子 天生就是干厨子的 别不知好歹 陈师傅 我不傻 我知道您是一心想栽培了 这全城里头 想拜您为师的 没有一千 那也有好几百了 其实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回前堂 证明一下我自己 在前面 我一样长 小铃子 话别说太晚了 你要是混不下去呢 我说了我就一定诚信吗 你哥 我这老脸子 撇人家凉屁 不是那意思 陈师傅 说 说 急了 真急眼了 叶少爷 我娘的身体怎么样了 最近咳嗽有段日子了 没什么大事啊 老夫人 您哪操劳过度了 累心费神 千万记住 以后回去别生气 不许让你爹来亲娘生气了啊 您有这么个孝顺闺女多好啊 是不是啊 我呀给您开几副药 吃几天就能好啊 给您添麻烦了 坑坏气 这下放心了吧 二爷呀 您是不嫌弃我呀 您就说啊 我上哪家饭馆子吃饭去 不给我脸子看呢 也就是您那儿季风楼 照样对我客客气气的 您这点交情 我跟您说 下辈子都忘不了 我跟您说 只要我发达了 只要有我一份 必有您一份 贝勒爷 您这话我就不爱听 我说您什么人 我是您的朋友 什么叫朋友啊 肝脑徒弟两肋插刀 扑扑扑 插满了刀不原意 这叫朋友 下辈子干嘛呀 太远了 这辈子我先把您凑好了 什么都甭说了 您再说我这眼泪 哗啦就掉下来 别人爷啊 您说天下这么宽 他还有没有我走得到了 有 贝勒爷 道哪能没有啊 您别忘了您的身份 我的贝勒爷 什么意思 您是皇室啊 跟皇上他们家打脸脸 您要发达还得靠皇家 好些了吗 老娘吃了药睡下了 那就好 还是你面子大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去同仁堂抓药呢 这举手之劳的事你就别念叨了 岳叔叔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以后夫人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 对了 多少钱我给你 真要给我借外是吧 那我少收点 一万大洋吧 好了 雅丽姐 走 给我去趟季风楼 在那干吗去啊 狗事留当上堂官了 我倒要看看 在后厨待的这三年 他前面的本事还在不在 走 走吧 我的贝勒爷 政府一年给皇室多少钱 四百万 随便搬下一块的 就告您吃香的喝辣的啦 那个亲王郡王 那可不老少呢 王公大臣那多如牛毛啊 哪就轮到我了 您得这么想啊 皇上也是人 对不对啊 整天憋着皇宫 跟蛆蛆似的 闷罐子里头 他不憋屈吗 谁对他好 他念谁的好 是这么个脸吗 是 您经常往皇宫里走动走动 给皇上递点好东西 皇上一看 龙颜大约 高兴 赏您个 内务府大总管 这都说不定 再有 我听说是个太景 宫女物的 手脚都不得很干净 经常保住顺东西 您呢 在宫外 见着一样 您收一样 收一样 您给皇上送回去一样 见着一样 您又收一样 再见着 再收 再收 再送回去 皇上一看 嘿 高兴 这多得重心的这儿啊 对 这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 这是什么呀 把你那大眼睛 瞇上去给我看清楚了 这是从哪颗脑袋上 掉下来的 头发 我给您换板去 晚了 您把它给我吃了 吃了 你要是不吃呢 就找汪掌柜说理去 就是 这样差不多长短了吧 就说是你端菜的时候 从你脑袋上掉下来的 您是明显一边问我 你以为唐光那么好做呢 这点气都受不了 回后厨蹭你的勺去吧 不是 您今天来这儿考验我呢 行 我吃 震震 你别说 你这蘸了点这菜味儿 尝得出来是陈师傅的手 不是 这 这 这头发则是我放进去的 我在洋车上剪的 都不知道是谁的 你糟不得你赶紧吐出来 震震 你这不为难人吗 你恶不恶心 你上班里边吐去 您让我们吃不吃饭 我逗你拿着 我根本就没吃 你瞧瞧 行了 你们俩就别互相逗了 不是 大小姐 我们要哪有 做得不对的地方 您直接说啊 直接骂 你千万别难为 我们这些下人 我们 只要你不去看我 就算你不想我 巧妹你也不想吗 我们不想的 我 我去 我去 我明儿就去 我 我天不亮我就去 行吧 这还差不多 那得了 那我 把这菜给您换一份吧 臭狗事 这中心是中心 烧宝贝这些琴子 我哪弄去啊 贝勒爷 我听说 您组成那祖坟 是在清西陵边上 是啊 好地方啊 什么风水 贝勒爷 大清王室清西陵 谁不掩红啊 哪个有钱人死了 他不想埋在皇上边上呢 这 这叫光宗耀祖啊 这个 孙贼 你让我卖祖坟 我就那么一说了 他这不是个来钱的道吗 这 来钱道是来钱道 卖祖坟那是不孝子孙的 这要搁大清国 我先找把杨强把你给崩了 行了 贝勒爷 活人都这么难 谁还不死人哪 这年头钱是亡斗 您做呢 洆湞 你是不是看上小篮子了 别胡说 只要我跟你在一起 你就是狗胜长狗胜短 三句话不理狗胜 我比你大 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你要是没这份心思啊 最好 你要真有这份心思 听姐姐的 赶紧给收回去 为什么呀 你是姚家的大小姐 她是什么呀 她是季风楼的堂官 一天上一地上挨不着 你听说过 有格格嫁给做小买卖的吗 那有什么呀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还讲着这个 你可以不在乎 可是姚先生在乎呀 这人哪 都分高低贵贱 他小篮子以后混得再好 当初也是要饭的出身 这听着多难听啊 这要是哥大清朝 我连话都不能跟他说 带来 您请 你出这主意吧 老脚心里乖变 我也没儿子 你说这 来 来 来 祖坟头 咱们说这话 等您卖了钱得了 好您不能忘了我 谁让咱们是心口跟两类 都插刀的朋友 我回去琢磨琢磨 药实在不行 就这么着了 对 咱累 咱累 呦 贝勒爷 您紧张 吃好了 您看 这顿咱是腹线呢 还是挂上啊 挂着吧 那您收嘞 您给落个赞 真够麻烦呢 真是 您都前季风楼这么多钱了 有你什么事 该干嘛干了回家去 吴行张 你不讨厌吗您 我不是说好了吗 贝勒爷这段是我请高 管我账上 对对对 拿走拿走 这让您破败了 这不是要懂事 这 贝勒爷竟然可没少喝啊 呦 姚小姐 阿玛 今天是珍珍 拖了岳少爷的面子 额娘才能去同仁堂抓药的 连药钱都是珍珍付的 您看您成天就知道喝酒 什么都不管 是不是我额娘病倒了 没人管您 您才高兴啊 怎么说话呢这是 那么规矩啊 卫林 您别生气 这关小姐是卫林 有理什么事 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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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去 回家 阿玛 您知道您成天这样 我额娘有多伤心吗 我额娘 雅丽姐 这 缺管少叫的 你说这有多前情我告诉你 行 行 行 我 我非制她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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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丽姐 雅丽姐 你也看见了 我真不知道这个家该怎么办了 别生气了 我们出来这么长时间 关份也该小了 要不咱们赶紧回去看看吧 走 我陪你 走 我陪你 雅丽也是为你好 大了那天 你让她在院子里站着 要是叶峰把她吹病了 那怎么办呀 病了 病了吃药 我也得让她知道知道规矩 你那规矩 我教她 回头我教她不行吗 不行 好歹也是个格格 又不是小门小户的平头百姓 连点规矩都不懂 我就得罚她 不让她知道知道 她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让她先进入再说 知道错了 知道哪儿错 我没错 哪儿是她知道错了 那是我错了 雅丽 你就认个错 给你阿嬷补个软 舅姑 没错 你干吗要认呢 对 那就是 我让建传 你们把这地魔术火星的 他也没用啊 咱能不能沉住了 气呀我让 再沉 再沉我就沉到桶豆河里喂鱼了 你说这钱广认 认识市政府的人 我也就认了 他怎么就跟张大帅攀上了 这张大炮来北平才几天呢 哎呀 姐夫你这人就证了 脑袋瓜子上顶鞋 专掌别人威风灭自个人志气 他这不就是个村庆吗这个 本来张大炮去的是祁福楼 那周大泽也不是怎么认识他一副官 这三出两出给拉堆过去了 行了行了甭看了 输一回输一回吧 看他干什么看了一堆 干啥不看 我又不看那钱广认 我看钱哪 走点走 别走 走 大帅也是你们 祝贺张大帅 祝政北京 祝贺张大帅 兵风锁 无所不力 祝贺张大帅 再造共和 你是掌柜的 是 是 是 兵汇说话 菜做怎么样 大帅 这是曾念兰曾史 在北京长下馆子的 没有不知道他的 我可是带了一张挑刺的嘴 坐着吧 大帅 您只要觉得味不好 您砸我的锅 我不砸锅 我砸人 大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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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砸死你个信钱哪你 来 请请请 大帅 你要觉得味道好 您就常来 这么大馆子 就我一个人来吃 你不得亏死 我愿意亏死 早一天亏死 我早一天甘心 您上我这来 那是天大的喜事啊 别逛故事拍马屁 你们家的鱼 剁得还不错 谢谢大帅 来人 大帅 赏 拿 拿上来 这可食不得 食不得 大帅 这哪好意思啊 您敢 找老张吃饭 从来就没有不给钱的时候 是 大帅爱民如死 多谢大帅 谢谢大帅 谢谢大帅 烧顿回扬 掌柜 这题有一脚吧 这个 得 得有啊 赶紧找张红纸写下 张作霖大帅 到我店进餐 还赏了银子 贴在门口 让老师爷们都看看 得嘞 快点 快快快 你你你 你们几个平时 不都是吹自己 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谭官吗 瞧这生意 一个客人都没有啊 怎么办呢 是 怎么样啊 我说这么一上午都没人呢 都跑对面吃鱼去了 以前咱那几个老主公 也过去了 这对面什么时候开始 折腾上这鱼了 对 每个人手里睡的时候 还拿着这碗的 您看看我也不认字 旺德楼宴请张作霖 全于宴明南北平城 你看看人家周大嘴 人家能把张作霖 拉到旺德楼去吃饭 你们能干什么 废物 这么贵心别去我们店里 咱们掌柜的 对面那旺德楼给寄上了 这两天三会儿就走 你生意怎么样 别提了 哪儿有生意 自打这凤军进了北平城 谁还请人干活啊 我们啊 也好几天都没开张 你说我觉得琢磨不明白 都是中国人 自己打自己 有意思吗 你能打出个皇上来的 可架不住 他谁都愿意 当这皇上官上的 你当皇上有什么 那真皇上 还在宫里的官职呢 他现在只要吃穿不愁 他就行了 高生哥 我老张吃饭 就没有不给钱的时候 多借大快 借大快 行 谢谢 谢谢 借大快 稍对回扬 走 不是 你干吗去 将军 给您请问 吓我一大笑话 老百平人的脸多是吧 干 干啥的 您瞧您 贵神多往事 您记得吗 那天您陪张大帅 在对面的望德楼吃饭 我是季风楼的伙计呀 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代表季风楼 祝将军您 旗开得胜 祝张大帅 坐镇北京 小蛮我赌了 咱也挺甜的 还挺 啥意思 想请我们大帅 去你们寄风楼 对吧 您瞧您明白 得的 就送你这张嘴 寄风楼我们去了 谢谢将军 早点来啊 王二姐 在娴 葛神哥 这 这谁啊 不认识啊 不是 不是 谁你都帮了 不是 怎么了 这能赚钱就行了 总统又得换人了 奉金大败 这张洛林 在北京没换人这天 还得回他的东北老窝去 昨天一个总统 明天一个总理的 要我说呀 还不如咱们打警察的时候踏实呢 二爷 老江 我问一问 这奉军败了 可不 让我佩服 爸爸那可稀巴烂 怎么了 张洛林 张大帅 败了 谁让他上对棍吃全鱼烟呢 这有关系 忙着 哎呦 这个笨蛋 对啊 哎呦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老海啊 那生意怎么样啊 还成 我跟您说啥啊 对面吃鱼的没钱 别怀了 你说钱馆这不有毛病吗 是 那吃东北京 北京都让我们打趴去 那不叫打趴去 对不对 是是是 没有几天就得滚出北京城 那是个当作能 弄得满城风里饶着招摇 你说这不算去过头吗 那过两天 吴飞服务来了 你怎么办 我要是姓吴的 来了没别人 头一件事 拆楼 拆楼是可以的 人就不被枪毙了嘛 是是是 做人得心善 是是 钱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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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这是 我看听着挺喜喜的 又喜气又吉祥的 干嘛撕啊 撕了多不吉利啊 慢点慢 平时没乔林这么坏啊 你觉得呀 姐夫 如此可教啊你 抽你我 慢点 钱掌柜的 先慢走 好 谁是管事的啊 这位军爷 您什么吩咐 今天晚上八点 盯着酒席 您 您稍候啊 二爷 这位军爷要定酒席 杰哥军爷好 您是董事人 几个包间 几点来什么菜 一个包间 今天晚上八点 有什么好吃的给我上上吧 明白了 别耽误我事 您放心 您算找这地方了 可是北平啊 最大的饭桩子 就是我们季风楼 您放一百个斤呢 这大的饭桩子 对对对 没错您 别耽误我事啊 您放心吧 确非清醒 按规计呢 订酒席 您多少得留下点订钱 啥意思 我是能差你钱的咋俩 不是那意思 不是那意思 不好整啊 记住别耽误我们的事 您放心 您放心 什么意思啊 瞧见没有 这就是来打秋风的 东北军吃了败仗 吃一顿少一顿 告诉他们 早点关账 这便宜绝不能让账 听没有 二爷您慢走 来 慢着啊 慢着啊 如神 你也撒盐了 好嘞 来来来来 这么早关什么门啊 不是门 是丽二爷吩咐的 说是防着外边这帮兵痞子 进来打秋风 这不是提前关点门吗 那得少赚多少钱呢 不是 茶坏子 您琢磨呀 万一这帮大兵进来 白吃咱一顿 咱不还是得白白 往里搭冤钱门 行 那就关吧 啊 再来一块儿 来来来来来 干啥呢在这儿 那个 君爷 您这是 我不是跟你说好的吗 我今天晚上八点 过来吃饭 不是 我们这事我们 你 你不是啥 你不是 给我听好了啊 在这儿给我守着 一个人不许给我溜浪 你这儿耗得吃穷虾子 去季风楼了 这是菩萨保佑啊 我们家祖宗显灵 就季风楼得了 千万别来咱网德楼 奉军吃了百账 该他王德福倒霉 赶紧走 快快快快 来来来 上板子上板子 快点关门 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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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周围高抬贵手啊 晓妮啊 你本想跟我说啥来着 北京城最大的馆子吗 这话是你说的吗 这话是你说的吗 我没 这话是你说的吗 不是 这 这 这谁 这谁也说的 我 我点了他舌头 你啥给我扯毒的 我不告诉你今天晚上 盯着酒席吗 那我说话当放屁呢 没有啊 你呀 你为家巧儿呢 您有所不知 他平常不在店里 没事 长官 没事 跑了和尚 跑不了命 你俩谁都管事了 我 我 我咋的就是 您 君爷 您消息 您消息 千万别言 千万别言 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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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风楼 那 大帅 就这家尽风楼 祝咱们齐开的得 得胜了 那他们家的菜 我得要看看 他怎么个齐得开 怎么个齐得胜 请 请进 走 等着瞧吧 今儿非得杀人不可 不 这毕竟市场 有外战而已嘛 这有 你懂什么呀 张作霖这回 要是过得回东北去 什么时候再进北京 就不吃大午 谁心里当痛快啊 这季风楼 算是赶上了 那张作霖呢 这么说 我真替这王掌柜 你也发汗了 这 这 这张大栓 咱们回这儿 然后 跟老板说好了 谁让他们有准备 这还准备把门关了 不是 你是不是活着没没意思了 想捉死啊 想不出别的办法啊 想这招 是不是啊 不是啊 君爷 小子 今天大老爷啊 是那本君爷跟我小舅子说的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啊 我要是知道张大帅来几封楼 我一定是清水泼街 黄土电道 放几花边 庆祝张大帅 开拳哪 张大帅 你说什么 祝贺老子凯旋 老子刚打了败仗 你告诉我 我怎么凯 怎么旋 不是不是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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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臭嘴 我这臭嘴啊 你你你你 大人不计下人过 不不不是 你你你你再下肚子 能撑船吗 我都不会说话了 你看我这脑子都是这样子 大帅我给您没故事了 大帅 自打进了北京社会 没见过你 怎么胆大了啊 帅我尼入 您啊 当初我进北平的时候 你们这帮帅王八 litter 前拥后拟的 个个征的任我做干爹 现在老子刚打了败仗 怎么着啊 瞧不起人呐 连饭都不给做了 我大叔 行啊 这季风楼 崩了 大帅 季风楼这些个人 拿到门口 毕了 大帅啊 你老病啊 老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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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让你们走 都不走 都想留下来见见张大帅本人 现在人来了 你们怎么就傻站在那呢 市面上头一个大英雄 第一条好汉来了 还不欢迎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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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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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张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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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扯了 小子 行啊 都站到桌子上去了 要演猴戏啊 罗呢 说你呢 我给你猴戏吗 没看出来 你还什么都会 以前要饭的时候 过年过节 耍道猴 就当是敲门了 你要过饭 为了吃上饭 什么都得干 来 我这做梦 都盼着您来我们季风楼 只一醒了就后悔 还不是多睡会儿 多梦会儿 今天真没想到您是真来了 得 我也见到您本人了 够了 死 我死得直了 您来吧 小子 挺会说话的 头一个英雄 逼一个好汉 听书听来的吧 大帅 那天在前门 就就是他 庆祝咱们凯旋来着 就是你 把我们请到 季风楼子是吧 大帅 您见谅 我就是个堂官 不会说话 也不懂得什么带兵打仗 但是我老听别人说吧 这胜败乃兵家常识 来我们店里这客人 老提起您 都说您是经历了 九九八十一难 一路过关斩将 才能主政北京 咱回头想想也是 你想这秦琼当年 还卖过马 朱元帐还要过饭呢 您打的场败仗 都算得了什么呀 我没别的就一句话 我朱元大帅 早日卷土重来 马到成功 您小哥嘴挺结 你 叫什么呀 轮学堂 轮学堂 有点意思 大帅 大帅乐乐 我说大帅 您在我们这店里露了笑脸 那就是给我们店里贴金了 长了脸了 是 您是我们店到现在 最尊贵的客人 您别这儿坐着了 里边请吧 是是是 大帅就里边请 里边请 你们这门都关了 让我喝西北份啊 不可能 这里头肯定有误会 您人都到了 我们就是先弄 都在给您伺候好了 我拿这玩意担保 行啊 小子 如果我进去 没有好吃的 我就要你的脑袋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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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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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掌柜的 好 掌柜的 好 掌柜的 他真是把我往死里整啊 行了 老掌柜 你别跟这儿念烟了 大帅可进了包间了 您赶紧去指引着 您得招呼啊 没事 您赶紧进去 不是 去 去 你们去 你们去啊 真是 我们去哪儿成啊 掌柜的 您得去 这要是伺候不好 咱们哥儿几个 别想活着除这个季风楼 掌柜您糊涂啊 我们都是伙计 说不上话 您得去啊 对啊 还有 还有 大帅气还没消呢 你敢去你那账房 拿点那什么好的股丸 拖拖时间 我们要准备着 要不咱这季风楼 已经得完呢 是啊 掌柜 别舍不得掌柜的 咱 掌柜 命 命啊 你不是给古董 古董 您别舍不得掌柜的 你 古董是吧 对 我今儿啊 我 我豁出去了 我 我去拿 好 说 好 说 都走了 都走了 人哪 这人哪儿去了 跑了去呢 前面乱得跟一锅粥似的 张大帅要杀人谁不怕呀 这 这吴清官那孙子 第一个跑的就是他 那怎么办呀 这十几口子 人等着吃饭呢 那 要不是师父叫着我们 那我们也都跑了 我是脚摆了 要不然我也跑了 前面他点什么餐没有啊 还没呢 我说陈师傅 上福禄寿席怎么样了 那得花一天时间准备 来不及 那可怎么办啊 猪 白天不是弄了两头大肥猪吗 对面有全鱼宴 今天就干脆给他来个全猪宴 我说小鸾子 那张大帅是东北的 你让他吃猪肉 那不等于给渔民吃和鲜呢吗 那不是 也未必 他来京城这么长时间了 天天山珍海味的 要给你 你也吃够了 你给他上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小筋炖蘑菇 给他蝉虫勾出来再说呀 别说 是咱们呀 招呼吧 来 老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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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干啥呢 什么事啊 小的有事想求见张大帅 稍等 大帅 王长归求见 让他进来 进来吧 好 大帅 不知道您要来季风楼 我这儿也没什么准备 不过 小的这儿有一件宝物 想孝敬给大帅 我这儿 整块破石头 挖个槽 老子耍枪杆子的 又不五文弄墨 整块宴台有啥用啊 不不不 大帅 这宴台可不是普通的宴台 这是国宝啊 宫里头流出来的 据说呀 是宋徽宗用过的 后来高宗皇帝 又把他赏给了岳飞岳王爷 再后来 朱元璋弄到手里去了 太祖皇帝就把他 赐给了大将徐达 再然后就唠叨了 慈禧老夫也手里了 行了 行了 难得你一片好心哪 留下吧 在这儿 你那丫头骗子 不是刚上学吗 让他用吧 谢谢大帅 这事扯了你这 好 好 师父 师父 大帅 各位军业 大帅 猪肉炖粉条 这是您家乡菜 您给品品品品 猪肉炖粉条子 请不吝点赞 您走一口 嗯 请不吝点赞